上海近年来先后出台了多轮稳外资政策 取得了积极成效 外商投资首选地的地位更加巩固 5月12日 记者跟随高质量发展调研型媒体采访团 来到了上海市陆家嘴金融城 感受到外资企业深耕中国市场的信心 科德堡集团亚洲地区代表许贝蒂表示 中国已经是科德堡全球第三大市场 去年在中国 企业由两家新工厂以及两家新技术中心投入使用 今年还会为中国市场引入多条生产线 上海提供了非常好的环境 希望中国继续打开开放大门 政府给我们很多的职责 不管在这个投资职责 也是在人才 创新 这个对我们公司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 和在这个方面上海当然是一个非常好的地区 在当日的采访活动中 外商们纷纷为上海点赞 法国巴黎银行集团中国副董事长魏海诺表示 金融机构银行服务实体经济 会和企业客户金融机构同业有诸多的交流和合作 因此生态系统非常重要 过去这些年 上海已经发展出一个非常完整的金融生态系统 BNP Paribas is one of the international banks that is still very committed to China We have invested about a bit more than five billion of additional equity in quite a few of our joint ventures and partnership in activities in China over the last 18 months We are in the process Hopefully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CBRC PBOC and CSRC 吉利德科学全球副总裁 中国区总经理金方谦认为 得益于政府在生物医药健康领域的各种政策实施 吉利德作为一家以创新为主的生物制药企业 加速了在中国的发展 我们在中国的这短短六年时间 受到了我们上海和普通新区两级政府的很多的支持和指导和帮助 我们企业对于在中国的长期发展也感受到越来越多的信心 目前在陆家嘴这片热土上 集聚了6000多家中外金融机构 3000多家国内外专业服务机构 340多家世界500强企业的分支机构 以及140多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 陆家嘴管理局局长肖健认为 外资企业最看重的首先是中国市场的政策叠加优势 陆家嘴金融城是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 是国际合作的重要平台 是普通新区乃至上海市的重要经济增长级 应该说是30多年以来 已经形成了对外开放合作的良好基因和生态基础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